有点好奇啊 你们男生为什么都接受不了天价彩礼啊 感觉女生很少反对这个事情啊 为什么接受不了 你们还不清楚吗 就是好 我跟你讲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要彩礼的一方 我们是给彩礼的一方 所以我们就接受不了 是正常的 你们为什么能接受 因为你们是既得利益者 所以你们根本就不会去什么 反对这个天价彩礼 其实我也不赞同天价彩礼 那你觉得怎么解决比较好 怎么解决比较好 我觉得好 其实我跟你讲嘛 以前我也反对这个天价彩礼 就现在我不反对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我是要彩礼的一方 我现在就这样的 女生她问我要彩礼 就什么 我也问她要彩礼 所以我是不反对这个天价彩礼的 那我要彩礼的一方 我就不会在乎彩礼高不高 所以你要讲解决这个天价彩礼 你知道什么 大家都要 你不是说女的她一个人要 男的全在跳脚 没用 男的也跟着要 女的给你要八十万 你跟她要一百万 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什么 魔法对抗 凭什么 谁规定了就女的能要彩礼 我们男的也能要 我也是家里面养我不容易 我也是家里面小丸子 妈妈一把十一把尿 帮我带大的 是不是 也不容易 我在家里面从小宠到大 家里面地位最高的就是我 我凭什么是还拿钱去娶个女的 所以她道理很简单 她不是说女人对天价彩礼的包容度 她就强 这位女人她压根就不花钱 那如果我们宣传说天价家装 有几个女的能接受 没有一个能接受 她们女的跳脚比男的跳得很凶 你知道我为什么也反对天价彩礼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给彩礼的一方 也就是给彩礼 我就会砍去 对 ierto